4月17号傍晚 有着灵魂百度人之称的台胞刘德文的身影 出现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在他胸前的背包内 装着的是川级老兵唐义琪的骨灰坛 至此 75年山海相隔后 唐义琪终于回到了家乡 七十几年了 离开七十几年了 回家了 当游子这么久了 我们不能让他再当游混 我们一定要让爷爷 回到自己最亲的土 永远在一起 跟家人 跟自己的 父母亲 跟自己的妻子 永远在一起团圆 18号上午 在滋阳市安岳县岳阳公墓 刘德文小心翼翼的 将唐义琪的骨灰坛 安葬在墓穴内 唐义琪终于魂归故土 今天爷爷终于回到了家乡 出生在台湾屏东县的刘德文 早在2003年 就开始为所在社区老兵 完成落叶归根的夙愿 并多次往返两岸 二是一个灵谷塔 五是一个乱葬岗 二是余间寺庙 为找到老兵遗骨 刘德文几乎跑遍了全台湾 多年来 刘德文先后护送了 200多位老兵骨灰回到故土 被称为灵魂百度人 2019年 唐义琪的四个孙子 偶然得知了刘德文的事迹 并拜托刘德文 寻找爷爷唐义琪的遗骨 那一年 刘德文跑遍了当地的公墓 乱葬岗和坟地 甚至摔断了两根肋骨 当寻找变得几乎不可能时 刘德文在屏东的一座寺庙中 找到了一个被布包裹着的骨灰坛 历经几十年 白布已经发黑 但仍依稀可见四川唐义琪五个字 与骨灰一同寻回的 还有唐义琪的戎装照片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这就是这一路走过来 所有经历的一切太不容易了 很多年前都是通过邮件 去跟台湾的朋友去调 就是写邮件 想想了解这些 比如说我爷爷曾经是 在这待过来 有没有啥信息 然后就是 就是哪怕是猪狮马迹 他都想去寻找 没留理张手 不可能有这个 他就是让他的愿望能实现 那个是很很复杂的 因为他打电话来 我不敢接啊 因为我知道 那个是最重要的时刻了 就说如果没有找到 就找不到了 我不敢接 我们是比较幸运的 故事很悲惨 但是整个结局 我们认为是很完整的 因为真的就是像 在水里捞月 在海中去捞针 真的就了结了 我们这个信念 疫情三年 虽不能往返大陆 但刘德文并未停止 寻找老兵的步伐 疫情防控期间 他一共找到了 近30位老兵的骨灰 并与亲属建立了联系 同时在寻找的过程中 刘德文也建立起了 老兵档案 将多年来 寻访过的老兵信息 记录在案 希望未来能送更多老兵回家 其实档案系统 我已经这10年来 我已经一直在做了 也找了将近把这些 乱战纲的 这些老兵的一些 安葬的这些墓碑 我都有一一的建党了 也开始 会透过我们的一种的方式 来寻找大陆的这些情人 已经将近找了29位 老兵都已经找到了 也准备 我们开始要准备 带他们回家了 4月底 刘德文将启程江西 随后前往黑龙江 山东 浙江等地 送老兵回家 刘德文说 他不会停止 送老兵回家的脚步 当他走不动时 他会将百度人的担子 传承给自己的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